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闯眼间又来到了一年的年末 相信各位小伙伴都注意到了 这一年一度打打折击又套了 今年各大电商的竞争也是一如既往的激烈 虽然说在电商赛道里 新旧玩家一直在不停更替 但老大哥亚马逊却一直稳居市场第一的主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电商在疫情中的爆发 来自中国的电商品牌 也开始迅速在海外崛起 像是TikTok、Timo等众多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 也让老大哥亚马逊开始警惕了起来 虽然这两个APP的母公司 是小伙伴们熟知的抖音和拼多多 但不少华人可能没听说过的是 有一家来自广州的服装公司 在梦暮地搭上跨境电商的快车 并且迅速发育后 已经在海外市场混得是风生水起了 没错,这家电商就是Shein 在今年的前三个季度 Shein甚至还成为了美国下载量第二的购物软件 和全球最高下载量之一的购物APP 并且在用户数量方面 它和亚马逊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步减少 这对于一家全面进军全球市场 仅5年的Shein来说 成绩是相当的不错了 他们也成为了全球炙手可热的 独角兽穿业公司 而这一家看似神秘的快车山林寿山 在中国的知名度虽然远不如Zera H&M之类的品牌的名气大 但却在海外杀出了重围 成为了和字节跳动 SpaceX等公司 起名的明星企业 此外 Shein在2023年年底的股指 达到了660亿美元 在去年更是曾一度达到过千亿市值 他们未来也有望在纽约证交所上市 正因为这样 Shein还被各大媒体 观影了各种不得了的头衔 像是中国版Zera 中国最神秘的百亿美元公司 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 和超越亚马逊等等 所以这一家曾经普普通通的女装公司 是如何在几年内迅速打开国际市场 并走向世界的呢 相较于其他女装电商 Shein胜出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他们是如何解决 女装业棘手的老大男问题 他们是否有望超越快时尚 直指亚马逊呢 以及这几年的去中国话又是为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一一地回答这些问题 和揭秘这家神秘的电商公司Shein 那我们就先从他创始人徐仰天开始讲起 Shein的创始人叫徐仰天 他这个品牌一样是非常低调 他出生于1984年 是山东资博人 他的家境算不算特别好 在校期间呢 他也是边读书边打工 之后在2007年 他从青岛科技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 在毕业之后 他去了南京的一家外贸线上营销公司 做搜索引擎优化SEO的工作 这份工作可以说是开启了他跨境电商大门 甚至可以说和以后新的成长与壮大都密不可分 接着在毕业工作了一年后 他就辞职了 开始了创业 他一开始和两位朋友在南京成立了 南京点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始吃水跨境电商 一开始他们什么都卖 但也没卖出个什么名堂来 后来便慢慢的专注到了做服饰 由于徐仰天有SEO的经验 因此他就负责做预测品类的趋势 和根据趋势做促销等日常运营工作 在不断趋势预测的挑选中 徐仰天挑选出了他专门想做的一条赛道 那就是跨境婚纱 而他当时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 是因为他认为 很多时候中国的婚纱 甚至可以直接把进价的人民币 改成美元来直接卖 直接赚货币的汇率 并且当时婚纱的人气 是跨境电商品内中除了数码外最高的 可想而知 当年的结婚率还是挺高的 不过人的一世能结几次婚呢 问这个问题不是无厘头 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婚纱贩卖的短板 也就是用户年性差 复购率低 所以在赚了钱之后 徐仰天就想慢慢下车了 他决定要另立门户重新创业 这一次他决定走快时尚赛道 首先在2011年 徐仰天带走了点位的SEO团队 购买了ShinSight.com的域名 开始利用中国服装产业链的优势 做起了跨境快时尚女装销售 在刚起步时 ShinSight就利用了KOL 以及是网红带货 要知道那时是十几年前 网红带货在那时可以说是比较前卫的 因此这一举动不说超越了当时100%的中国女装商家 起码也有99% 这也侧面印证了徐仰天对网络的敏锐度 而当ShinSight先后在西班牙 法国 俄罗斯 德国 意大利和阿拉伯上线的同时 全球的快时尚行业也都在快速的发展中 像是来自西班牙的Zera 以202亿美元的市值 登上了2013年最有价值成一品牌排行榜榜首 比当时的竞争对手H&M和优衣库加起来的市值都还要多 所以徐仰天也默默的将自己的公司对标起了Zera 好的是 在同年 ShinSight获得了第一笔来自极富亚洲的5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公司也进入了高速成长期 订单量开始激增 但由于产能跟不上订单量 导致客户们一直收不到货 体验感和对平台的年薪也因此下降了 而另一边 为了继续高成长 ShinSight的营销成本也在上升 结果就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循环 作为老板 徐仰天一直想要破局 想进一步的提高ShinSight的诚意制造厂能和优势 来满足需求的高增长 因此 徐仰天决定将公司搬到中国的服装之都 广州 但在这之前 他在2014年年底正式将ShinSight的名字改成Shin 同时收购了Runway服装品牌 接着 时间来到了2015年 Shin正式搬到了广州攀鱼 徐仰天为Shin在当地打造了一支800人的设计团队 将供应链缩短至最快7天发货 要知道 当时就连以快著称的Zera和HM 也都只能做到15天 显然 在供应链方面 Shin有着重大突破 之后 靠着攀鱼的成衣制造优势 和自生产业链的升级换代 Shin的订单量正式突破了500万单 获得了锦铃 以及IDG投资的3亿人民币并轮融资 此时的Shin已经在跑道上快速滑行 只等着腾飞的那一天了 可以说 徐仰天依靠对SEO以及互联网的了解 利用网红流量红利期对Shin进行了多维度的营销 且还尚在中国国内供应链的进一步完善 让多、快、好、省 成为了属于Shin的标签 接着在3年后的2018年 Shin的营收达到了20亿美元 成为美国购物类APP前世的大型网站 此时 Shin的名声才开始逐渐传回到中国国内 坦白讲 这个时候的Shin已经足够成功了 但如果局势不变 谁也不知道Shin到底能否再完成一次腾飞 毕竟他前面有太多巨头挡路了 不过机会就是来得这么巧 也就是在2019年尾 新冠疫情爆发后 服装行业在接下来的2020年收到了中创 徐仰天默默对标的偶像Zera 也在2020年关闭了1200家店 收入也从2019年的215亿美元 下降到了2020年的155亿 同比衰退了28% 但同一时间 Shin在2020年的销售额 却同比增长了超过100% 收入达到了近100亿美元 可见一个疫情直接让Shin和Zera的营收差距 急剧缩短 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人大都只能在网上购物了 但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时期 没有收入来源的人 更倾向于购买Shin上更便宜的商品 而尝到了甜头的Shin也顺水推舟 扩大了品类 不再局限于女装 之后到了2022年时 Shin的估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 这已经超过了昔日偶像Zera和HM加在一起的估值了 可以说徐阳天能把Shin做到如今的地位 是绝对有两把刷子的 但这个人是真的相当低调 他基本上不接受采访 就连网上这张流传甚广的所谓的徐阳天照片 都只是一位和他同名的名叫奎徐德康奈尔大学教授的 之前也有员工发现 网上到数他的照片都和本人不符 因此便许问他是否需要公开正确版本 但徐阳天拒绝了 而之所以他会如此低调 其实也是因为网上对他的攻击不绝于耳 比如什么农民 二本学历 林大厂经验等等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他确实很努力 从创业开始 他就平均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 春节也从未减短 即便同赛道有很多公司竞争 也只有Shin是成功了的 谁与徐阳天的个人努力 天赋 眼光和时代的发展都分不开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 徐阳天打造的Shin的商业模式 Shin最早只是个从中国沿海工厂 往海外市场倒卖低价旅装的小店商 既然这样 那能够让他在跨境电商这条拥挤的赛道中 胜出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说到底就是三点 分别是上行速度 价格优势 以及市场营销 从事服装行业 尤其是旅装行业的人都知道 支付的路上的一大痛点就是库存积压 像货搞多了 或者误判的流行趋势 都有可能会带来滞销的噩梦 因为如果商户们不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 把货物卖完 那么就会面临积压库存的风险 这不仅占用了资金 还可能会涉及到额外的存储成本 而打折出销会减少利润空间 基本上 该行业普遍都是拿利润去覆盖降价和倾销库存的 这也是服装行业适应率不高的原因了 因此 传统的服装行业为了尽可能的去规避 供过于求的风险 都会提前把成本都算进这件衣服的价格里 将部分的成本转价给了消费者 不过这样一来 售价就会失去竞争优势 所以不管是生产速度 还是品牌响应市场的速度 都要越快越好 这样成本和售价才能得到更好的控制 然而要做到这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传统的服装行业里 一件衣服最终流入到消费者的手里 是要经过设计 打板 订货 发货等等的疏导工序 一般都是按季节生产的 订货会以上周季度召开的 或者分为春夏和秋冬两次召开 但这样一来 走望一遍流程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中间也肯定会面临许多变数 因此想要做到上行快 款式多 敌货少 是服装行业里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ZARA却做到了 并迅速地出圈了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答案就是采用了优化供应链管理策略 ZARA高效的供应链 是让众多服装品牌都叹为观止的 因为他们的一个新品 从设计到上架平均只要半个月 整个流程中的设计 生产 物流和分销 都是由自己掌控的 值得一提的是 比起大批量的生产和囤货 他们走的是小批量生产路线 以尽量减少压户风险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小单快访模式 它的核心在于生产和供应 叫小批量的商品 然后投放到市场进行测试 如果市场的反馈好 那他们会迅速对爆款进行追加 但如果说这个款卖得不好 那也能通过降价尽快处理掉 一般Zera只需要15%到20%的折扣力度 就可以处理掉这个款 而竞争对手由于积压了大量库存 他们可能需要降加30%到40% 才能够处理掉这批货 所以Zera一靠着这独家秘番 做到了平均每两周就更换一次服装设计 每年能够上新约12000种不同的商品 要知道 当时他们的竞争对手 还只能做到每两到三个月才更换一次设计 每年也只能做到2000至4000种上新 很明显 这样的差距让很多同行都望尘莫及 然而后起之秀薛英 却还能将最新的时尚趋势 比Zera更快从设计师的桌面 达到消费者的手中 也就是他们能够把一件衣服 从设计到上价的耗时 压缩到7天以内 不仅如此 薛英还能做到每天推出约2000种新设计 意味着他们推出新品的速度比Zera还要快 比如如果我们分别在H&M Zera和薛英的网站上搜索女士半身裙的款式 会发现H&M和Zera的选择 分别有388和531款 而薛英的女士半身裙款式数量多达4800款 显然从品类上 她完全满足了女性朋友们 以为你总缺一件衣服的困扰 而且投入到市场上次的款越多 他们压中爆款的几率也就越大 薛英基本上可以压中50%的爆款 这也让他们的未受库存 可以保持在几率的2% 要知道啊 这个数字在其他同行中 可是高达25%到40%的 所以薛英到底是如何做到出这么多新品 以及轻出于男胜于男的呢 谈案很简单 那就是把小单快访模式做得更快更灵活 比如供应商要求薛英对每款的定量要比Zera少很多 也就是Zera的供应商要求一款服装500件起定 而薛英却只被要求100件起定 意味着同样3000件的初期投入 Zera只能上5-6个新款 但另一边的薛英却可以上30款新品来进行测试 这就是薛英远远超过其他快食商品牌款式数量的根本原因了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一次紧定100件的小单呢? 毕竟按照常理来说 很多工厂是不愿意接这种小单子的 因为量走不起来利润就很难实现 可能挣的钱还不足以覆盖生产和管理成本 但薛英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首先为了说服工厂合作 薛英在战期上是非常的爽快 他们尽力保证自己练的安全 不妥欠供应商款项 尽快快速地和供应商结账 通常全部都是月节 也就是30到45天之内就能够结账 另一方面薛英会主动给工厂补贴资金 让自己来承担成本高昂的样一打板费用 这样一来 工厂就不需要为小单的额外成本感到担忧了 因此在薛英的各种资助和资金的保障下 这些工厂才愿意承接100件的打板小单 毫无疑问的 这种更进一步的小单快访模式 让他们实现了超快速出新品 这不仅让他们比Zero更有效率和弹性 同时失措成本还低 证价销售率也高 为薛英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 另外薛英主要以线上商店为主 除了快闪店 基本上就没有线商门店了 这就比Zero, Mango, H&M等老牌的快食商品牌少了很多成本 并且只在网上进行销售大大降低的库存压力 另外在供应端的成本 薛英也有着巨大优势 但这个我们等会讲到 总之 由于薛英有着比同行更低的库存和生产成本 他们在价格上 也就比Zero和H&M有着更强的优势 甚至薛英上的一些衣服的价格 就算换算成人民币 也比淘宝上的还要便宜 就比如这样的灰色连帽卫衣 在Zero上卖到了39.9美元 在H&M上卖到了27.9美元 对于国外来说 这也不算是很贵的价格 但是同样款式的卫衣在薛英上 仅仅只需要9.7毛9 而且官网上还有各种折扣和述销活动可以参与 不过仅仅靠低价格和新款 还不足以让薛英做到今天的规模 他们成功的要领力离不开营销策略 也就是薛英在营销方面也非常的有远见 他们算得上是网红带货的鼻祖 并且还深受其异 这主要是在很多年前 徐昌天就清楚地认识到 薛英的主要用户多为15到35岁旅行 而这类客群队服装的诉求 无非就是设计和风格要时尚 价格尽量评价 因此性价比往往是薛英的客户群体 选购商品的关键因素 所以他们早在10年前就开始在海外设备上 邀请一些漂亮的网红发布薛英的开箱视频 并且让网红们在网上进行各种试穿 和给出创搭建议 包括今天的直播带货 也是这种营销手段 可以说这种推广方式让薛英这些年来 迅速累积了超高的人气 在线下快赏的门口 总有清一色的年轻女性排着长队 等待着进店选购 当然了如今爆火全网的薛英 面临的争议也不少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薛英如今的困境 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压榨老公的问题 之所以他们能够做到跨境的同时 还卖得这么便宜 还能创造利润 这中间肯定少不了各种成本的压缩 首先通常超级实惠的服装 都是外包劳动力的 工厂通过降低成本和支付更少的人工费用 来提高利润 和给客户更好的价格 说白了 就是压榨劳工 和使用质量较低的材料来生产服装 要知道 薛英的代工厂就聚集在中国广州 这里具有成本效益高的生产优势 和成熟的供应链基础设施 其中就包括了廉价的劳动力 而广州市的潘渝区南村镇 有成百上千家工厂都在给薛英代工 所以这里也被坊间称作西英村 不过对于这些工厂来说 给薛英代工的利润空间是非常小的 利润可能就几块钱人民币一件 最少一块钱一件都有可能 甚至有时候价格还会被压到根本出不了货 尤其是单量小的时候 基本都是亏钱在做的 因此这些工厂想要赚钱的话 就只能靠博利多销大单了 显然在这种模式下 工人们的工作时长的薪资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有多家媒体也曾报道过 虚拟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的仓库工人 每周都要工作75个小时以上 甚至一些服装厂的工人 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 但每件衣服却只能赚到2美分 而且还没有周末 一个月只放一天假 不仅如此 还有12%的供应商 都存在着无法容忍的违规行为 其中包括了雇佣未成年劳工 强迫劳动和严重的健康以及安全行为 瑞士的监察机构Public Eye 也曾指控西英违法了中国的劳动法 另外 备受关注的一点 还有新加棉的问题 因为西英的部分服装 被检测出了美国政府禁止进口的新加棉 总而言之 西英雪汉工厂的协议呢 一直没法摆脱 其次 许多快食商品牌 都命令着抄袭的指控 西英也不例外 为了节省成本和时间 以及迅速响应市场的趋势 模仿和复刻 就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了 毕竟开发全新设计是需要时间和资源的 但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 这市场权和道德上的争议 然而很多快食商品牌 好像都不太在意原创设计者的起诉和指控 因为很多独立设计师 并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去对抗那些快食商品牌 特别是打官司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因此快食商品牌方只需要在庭审前 给原创设计者一笔小钱 就基本上能够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至于那些被抄袭的大品牌们 有的会选择干到底 他很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即便提起指控 这也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 而且最终还不一定能胜诉 最重要的是 对于快食商品牌来说 他们抄袭所获得的利润 要远远超过把平这些麻烦的花费 这样一来 抄袭也就成了大趋势了 随后 虚音要上市的传闻已经广为人知 这两年 公司也接二连三地做出了一些大动作 像是从把公司迁移到新加坡 到传闻许阳天已经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 并还考虑改变公民身份 这些动作说到底 就是他们在走去中国化的路径 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此国外媒体解读是 许阳天和虚音希望以此绕过中国境外IPO规定 因为这可以规避掉一些国内的IPO监管 而且中概国的这个标签 也确实是让许多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 没法获得公平估值的原因 所以为了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 和在资本市场上获得高估值 虚音或许觉得中国标签是一个包袱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现在是以Global自居 而不是China 毕竟他们的主要市场在美国 总之去中国化对他们来说是好处多多 不过说到上市的传闻 新加坡的问题无疑是最令虚音头疼的 也就是在今年5月 有24位美国国会成员向SEC递交了一份公开信 信中分析了虚音的商业模式 以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比如供应商使用低薪劳工 侵犯人权以及新加棉等问题 总而言之 美国国会要求SEC在虚音上市前验证他们是否有强迫维族劳工的行为 同时也关注他们供应链中的人权问题 否则的话 IPO会被阻止 而对于虚音来说 他们一方面头疼要弱去证明 而让美国相信他们采用的棉花供应链 是符合美国监管要求的 另一方面 自身的供应链又在中国国内 这种中间立场似乎又不太顾及到中国国内人民的情感 因此夹在地缘政治中间他们是左右为难 不过 抛开以上所讲到这些困境 现在虚音的规模确实是越做越大了 如果我们现在点开虚音的主页 会发现他们的业务范围早已不再单纯的仅限于服装品类了 像是家居 家房 宠物用品 以及各种零售的物件都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手机卖 很显然 虚音的野心已经转向了全品类电商 此外 在今年5月 他们在美国市场还推出了虚音marketplace 没错 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平台模式来吸引更多第三方卖家了 这种模式就类似于国内的京东商城 但要说对标电商老大哥亚马逊 我认为虚音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毕竟转型到全品类电商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人力等成本 而且引入第三方商家 也会与虚音自营品牌 造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另外 像是入住商家的品控 售后处理能力 物流时效保障等方面 都需要企业在累积经验后 形成一套成熟的应对机制 还有 亚马逊一直在家搭建设 而投资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纽约网络 拼向第三方卖家开放 使运输服务更加标准化 以及运输时间更有保障 实现一到两天的一道货 而另一边 用户在虚音网站上购买物品后 往往要等待七天半个月 甚至有时候要更长时间才能收到货 好的是 他们已经在着手优化这个物流时间的问题了 比如在今年四月份 虚音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开设了第一个配送中心 公司还计划 在美国再建立两个大型配送中心 让客户能够在三到四天内 收到包裹 最后 虚音这只独角树的势头虽然很猛 他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甚至还让许多老牌店商都开始警惕了起来 然而 我们刚刚所讲到虚音的那些困境和难题 都还需要时间来克服 只是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 这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公司最快也有可能会在2024年上市 如果虚音在明年真的上市了 我们会再详细的做一期 他们的财报分析视频 以及看看他们是否具备投资价值 那关于虚音未来的发展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里和我们分享哦 啊对了 说到投资呢 有家券商叫做IBKR 目前 现金在这家券商里 可以赚取4.83%的高利息 同时你还可以在上面交易零碎股 也就是一只股票可以买零点几股 而且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可以在IBKR上开户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 或者评论区你的链接开户哦 如果大家想支持一下老汤 想帮我增加一点浏览量的话 也可以点击一下这个IBKR的开户链接 只要简单的点击一下就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一期视频的朋友们呢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咯 下一期呢 我们会有更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那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拜拜